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适应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么好 我觉得今天准备的还是不错吧 就是说一下第二集什么回事 我觉得第二集可能在98叫了个暂停吧 也是这种因为这种擦网可能想好的时候 后面因为第二个没有想好可能就打了吧 就输了这局 那后来怎么挑选呢 因为可能总体来说自己跟他打还是稍微上风一些吧 然后还是就正常打吧 打起这种实力上这样 怎么准备下一轮呢 下一轮还不知道对谁了 然后好好准备吧 你整体感觉打得怎么样 我觉得第一场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吧 因为可能也是这种也不是特别舒服的球嘛 你整个包括球的场地的感觉呢 比如包括灯光啊然后风啊 球黏不黏啊炒不炒啊 这场地肯定是非常好的 包括这种灯光这种也非常好看的吧 所以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嘛 好打也挺好打 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原因会多多去找一些吧 这位球你适应吗 嗯 球稍微的有点软 可能跟这种潮有有些关系吧 那你的力量型选手我怎么不太怕这个 力量型选手我才怕这个 是吗 使不上劲了这个点 哈哈哈 你还使不上劲 我看你在场上很大 还可以打的我今天打的还不错 还可以 继续加油 好 Ben 好 水 ook 找路 儿 舌人 马